难怪杨潇会弹指神通 你看他是成硬的水 杨过心知肚明 杨潇相貌俊雅 风度翩翩 与范瑶和称为逍遥二仙 都是俊美儒雅的美男子 杨潇爱冷内热 义正一邪 冷俊孤傲 文武全才 不仅拥有极高的武学天赋 还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 名叫教主杨鼎天 尚在人世之时 他眼见杨潇是一个可塑之才 于是将乾坤大摩仪清郎相受 杨潇虽然年纪轻轻 但也自行将乾坤大摩仪 练到了第二层 乾坤大摩仪极其微妙 杨潇凭借第二层的心法 就能在光明鼎立错为一孝 布袋和尚等人 杨潇会使乾坤大摩仪 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杨潇身为名教的光明左使 又深受杨鼎天的赏识 然而杨潇在和对手一教长短之时 他还使出了另一门绝学 书中是这么写的 那四人抬了 被点中穴道的同门回来 正在设法替他们解制 只听着痴痴凉响 两粒小石子射将过来 带着破空之声 直冲二人穴道 等时替他们解开了 却是杨潇以弹指神通 返运致识点穴的功夫 如果说杨潇用神通 将石子投掷而出 我们还不敢断定 他精通弹指神通 可这里金庸却清楚地写着 杨潇是以弹指神通的功夫 将石子击射而出 金庸的著作一向以严谨著称 他将杨潇设定为 精通弹指神通 到底有什么暗示 你看杨潇是成英的谁 成英是神雕侠侣中的人物角色 他秀美端庄 温柔如水 还同时在嘉兴被黄药师所救 黄药师见成英聪明伶俐 于是收了他做关门弟子 将一身所学 倾囊相授 成英在闯荡江湖的时候 邂逅了杨过 二人曾并肩作战 一起抵御李莫仇的追杀 杨过受伤之后 杨过在成英的悉心照料之下 渐渐康复了起来 杨过聪明绝顶 他隐约察觉到了成英对自己有意 对于杨过而言 他自幼丧母 而成英则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样照顾他 让杨过倍感亲切 杨过封神俊朗 缺少母爱 成英美丽大方 温柔体贴 这二人本是天生一对 无奈杨过早和小龙女立下了山盟海誓 即便小龙女失踪了16年之久 杨过也不敢于越雷池一步 但杨过对成英也有好感 他担心自己在16年里按纳不住情欲 于是喊来了成英路无双 三人就此结拜成了兄妹 在神雕的末尾 杨过带着小龙女走下华山 退出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 反观成英 他依旧深爱杨过 在杨过走下华山之后 成英选择了终身为嫁 尽管金庸后来跳过了100年的时间 但我们仍能窥见成英的后续故事 花开花落 花落花开 时光犹如白鞠过戏 转眼间 成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 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 此时中原已经落入了蒙古人的手里 成英有一日遇到了一个男童 男童的父母早就命丧蒙古人之手 成英见他眉目之间像极了一个人 加之男童又是孤苦无依 成英于是收他做了弟子 这个男童就是杨潇 他聪明机智 很快就将成英的一身绝学练成 那门弹指神通 自然也被杨潇烂输于胸 随着杨潇年纪渐长 他越发长得像杨过了 可别以为笔者无中生有 金庸在原文里是这么写的 杨潇约莫40岁上下年纪 相貌俊雅 只是双眉略向下垂 随便露出几条深深皱纹 不免略带衰老欺苦之像 不言不动 神色漠然 似乎心迟远处 正在想什么事情 回过头来 再看36岁的杨过 书中写道 杨过脱下了人皮面具 国相眼前 当时献出一张 轻取俊秀的脸孔 见眉入病 凤眼生微 指脸色苍白 颇情憔悴 注意看 杨潇和杨过 在40岁左右的时候 都是俊美潇洒 但因为各有各的烦心事 以至于憔悴其苦 杨潇当年正是因为 向极了杨过 才被承英收入门下 倘若杨过有缘 见到了承英的这位小弟子 他定会发觉 杨潇的容貌气质 都和自己如此相似 以杨过的聪明 他当时心中血量 那是承英对自己的一片痴情啊 不得不佩服 金庸藏在原文里的暗示 若没有细细品味 还真不知道杨潇竟和承英 有师徒关系